景气不好带用面的风潮仔细扩大 有卖场业者加入带用行列 只要消费者到卖场消费 就能够捐出带用的米、面或者罐头等各种食品 让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得到温饱 面摊提供带用面 让有需要的民众随时可以获得温饱 而这样的爱心在卖场也看得到 有量饭店结合食物银行 让消费者在卖场采购后发挥爱心 提供偏向的弱势血统 也有带用食物可以果附 短短两个星期就募集到5563包米 3200包泡面 以及2752包冲泡股粉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 其实是一个带捐的概念 我们希望说这些米啦 面啦这些的商品 可以真正帮助到社会上一些比较清寒 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 就看食物银行的志工帮忙把米、面、罐头 各种食品装进食物箱 这些食物可以提供1742位偏向学童 一个月的粮食所需 而为了更多低收入户也能受贿 食物银行也提供紧急粮食供应 有些是打电话或者透过里长的介绍 或者老师的介绍 教会的牧师的介绍 那透过这些管道都会有讯息很快可以进来 那我们就马上就出货马上就给他们帮助 未来呢我们在卖场 其实还有更多的商品可以做挑选 其实每一个家庭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扩大我们在卖场 这种代捐的商品 看到这些民众的爱心 未来食物银行也打算替弱势学童 募集带用文具 带用衣物 带用生活用品 让台湾民众的爱心 推广到小朋友的生活和课业上 新常也在电视综合报道